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这样的日子里有一个地方却一下子人很多 有这样的地方吗 有啊 我知道了 是火锅店 又是你和小五的火锅不对不对 那我不知道了 干脆我带你去看看吧 其实这地方就在我们楼下 哇 果然人买为患啊 为什么这么多人输液 感冒 发烧 当然医生必须决定什么是治疗所必须的 这比吃药这较快吧 是的 但是这对于常见季节性发烧感冒并不是必须的 因为发烧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哦 那么发烧是怎么一回事呢 发烧是我们的身体在遭受攻击情况下的防御反应 成年人正常的体温应该是摄氏36度9 发烧时体温高于这个温度 身体感觉热 伴有疲惫感 我们的身体暴露在各种病原体中 例如细菌 病毒 寄生虫 它们可通过皮肤 所吃的食物 水 呼吸的空气等进入体内 季节交替时 这些病原体更多 更活跃 身体知道 这些病原体在热度中不能存活 你看 这是大脑边缘系统的一部分 成为温度调节中心 当出现病原体时 这部分变得活跃 身高体温 成为发烧 这时 全身的系统 稍减缓 给免疫系统提供更多能量 以摧毁病原体 所以 发烧实际上 是为了保护身体 免于感染 也就是说 发烧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我们不能说它是好还是坏 它只是保护我们安全的 保护性反应 但是 如果发烧持续一两天 或温度太高 就意味着感染强于身体抵御 那时我们需要服药及咨询医生 要小心 不要让发烧太严重 我持续时间长 我明白了 那么 还有什么其他方法来控制发烧呢 其实我们有很多好的方法来控制发烧 现在是迪带克医生 肯定能减轻护肯定能减轻发烧 在茶里加入新鲜的香菜叶或香菜籽 尽可能趁烧 尽可能趁热多喝几杯 姜茶对降低发烧非常有用 谨记 如果发烧 伴要发抖或发冷 在热房间或床上还发抖的话 需要咨询医生 同时继续服用上述处罚 哎 果果 你到哪去了 果果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我们用香菜和姜来熬汤啊 在这里先让大家试试我们的方法 尽量不要输液哦 明镜需要您在关系的计划 三千万将 小北尔 你 要 你 进 用 有